眼前一群年輕人喝得一聲爛醉 在夜店門口大聲咆哮 圓景就怕會出事情 立刻上前關切 男子渾身酒氣 站也站不穩 警方要他冷靜一下 但對方情緒還是很激動 囂張的阿迪亞 大嘴裡不斷嚷嚷著自己沒怎樣 甚至還嗆盡查 幹嘛要控制他 下一秒更做事要動手打人 玻璃師大人實在忍無可忍 對方不聽勸 當場殤人上烤牙齒 不要鬧 你自己人拉著我怎麼鬧 我怎麼鬧了 這是寶姐啦 我鬧了 你可以冷靜嗎 你冷靜我幫你解 慌亂現場就在9號凌晨 台北市信義區 原來這群年輕人 在同包廂認識 本來有說有笑的聊天 幾被黃糖下渡後 一言不合 當場抱口角 夜店安管見狀 拔機動的一方代理 但他們情緒還是很失控 當場被警方壓制上烤 現場我立即施以 拉椒水 並且上烤壓制 帶回派出所進行管束 本來是三五好友 開開心心外出放鬆 怎知道自己會不勝酒力 下次還是別喝得這麼醉 這下狼狽進了警局下場 真的難看 三線新聞 江文賢成廷 如太報道